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来到 第一证券和美股实战学院联合为大家带来的 线上公开课 美股期权早班车 也是我们美股期权实战系列的公开课内容 简单的免责声明 我们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如果大家选择继续观看 等同于我们上述的条款 今天是10月16号 我们直接进入到本次的班车计划 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 然后大家如果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问答当中提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市场美股的话 情绪是达到一个比较乐观的位置 然后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明天也会有个更新 10月17号 目前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人 其实都是偏向于看涨多一点点的 看跌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 中立的人数是有变多 是吧 那其实这个其实都是往上偏移的 往上偏移的 可见这里其实市场接下来 可能会有更多乐观积极的情绪 也就意味着说太多人看涨 最后可能就涨不动了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在这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我们看季节性的规律 从10月中下旬来看 市场很有可能会开始一波行情 留意一下假日 这个年底的圣诞节感恩节行情 但是估值来看现在依然是偏高的一个估值 个别资产价格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本周的几个大的事件 这基本上也都过去的差不多了 今天还会有一些零售数据 我们也看到了 然后的话 我们看今天 这周还有奈飞的财报 是吧 奈飞财报 11号这一周 联想event都有 我们看应该是这个吧 Catalyst Watch 然后本周的我们看几个大一点的 这个刷新一下 本周比较大的一些重要的财报事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周我们看到奈飞 宝洁 还有半导体 昨天的话盘中其实半导体 我们看到是有些动静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包括这周的一些财报的一些对象 我们一起来也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各大资产价格 盘前的话楼数2000 感觉要补新高 要补新高 今天日经表现可以 整个各大资产价格表现上来看 我们看到今天白银是表现最好的 然后就日经 然后中小盘这边也开始补涨 从指数上来看 这边市场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几个大的股指都在新高区域 然后 罗素2000 这里是补新高 然后VAX的话呢也在慢慢向上蹭 但是最近我们看市场是有一些松口 昨天市场是有一些回落 这个其实是个好事 对吧 有健康的回落 对于大盘来说 其实是好现象 释放一点点的这个风险出来 另外我们看能源价格 能源价格这边继续回落 然后也看到了天然气 这边两块六没收住 可能天然气这部行情又需要时间了 接下来可能更多我们要注意的是 能源价格什么时候能够起稳 目前我们看原油先行指标 依然是指向更高的位置的 所以我们对能源价格 尤其是原油价格是不看跌的 当然天然气的话 可能新的一步行情还需要再酝酿 另外我们看这边债券方面 债券方面出现一些反弹 尤其是30年国债 可能反弹的比较厉害 两年国债图形上来看 也是相对来说健康一点点的 这里不禁让我感觉到说 整一个 把这个图给打开 整一个Bund 债券相关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后把这个给点开 可能需要点时间 谢谢大家 等他这边楼开吧 这个一会儿再回来 那我们看这个农产品 农产品农产品图形 整个来看都还是不错的 然后肉 肉类和骨类 表现都很强 然后金属呢 我们看金属 今天白银率先破局冲出来 然后黄金呢也不失落 来到前高的位置 把金搏金 后续跟上铜这边注意一下 铜今天是终于反弹 我觉得铜的这个反弹很关键 意味着说新兴市场 尤其是中概股 这边短期来说只跌到位 跌到位了 另外我们看非美货币 美元现金打开102到104的空间 所以呢其他币种呢可能会回落 但是我们观察一下日元跟瑞士法郎 这里目前还是稳住的 还是稳住的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另外我们再看一看 刚刚漏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债券 这个给关掉 我们看一下30年国债 利率 这个是一个大双底对吧 月线图 这个是日线图 那我们看10年国债 随于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数值 你看10年国债 数据也没露出来 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他还是在一个收缩三角形里面 对吧 无论是10年也好 30年也好都一样的 差不多都是在一个大的趋势下是一样的 我们看10年 也都是一样的 在一个三角形里面 那现在是上沿受阻 然后下沿可能有支撑 想要走出来 目前我们还需要再观察 因为国债利率走出来意味着说什么 意味着说整一个美元也能走出来 目前来看 我觉得还需要时间 对吧 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看这个线 你的大三角形里面 还需要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市场现在是有风险的 市场是有风险的 昨天就释放了一些风险 尤其是我们看日元 还有瑞士法郎 这里其实都是有平台支撑的 这里能守住的话往上走 守住的话往上走 将会给大部分带来危险 同时我们看到就是VIX也是一样的 所以市场现在是越走越危险 越走危险 昨天的话释放了点风险 释放了点风险 但是并没有解除 并没有解除 目前我来观察的是 昨天的反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 因为并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破位的状态 反而楼数2000今天是上去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解读为是一个健康的解读 这个为健康的解读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大家的一些问题 这边肯定很多东西要提问的 一个一个来看 先把这个Performance Group看一下 Performance Group应该开放一分钟 Performance Group今天是有分化 这一周这一个月分化的比较严重 但三个月来看六个月来看 一年来看还是大牛市不变 今天市场的科技股又是有点松口 昨天半导体是有很大的麻烦 昨天整个半导体其实跌的非常的惨 因为有一只半导体龙头突然 没记错的话代码应该是ASML 昨天突然报消息出来 这个是有大量中国订单的 亚洲订单的 那这个受美国的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直接这个砸班石头砸自己脚 但是问题是这个订单去了哪里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荷兰的欧洲的一个半导体公司 那他的订单被欧美限制了 然后中国 那他这个订单给了谁 对吧 那这个报的这个线索 我觉得我想去找一找到底 ASML的订单给了谁 因为半导体这个东西 它属于是一个需求不断增加的一个过程 那他如果没有给你 那他给了谁呢 对吧 当然你说整个半导体行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 另外 如果行业是在一个大周期牛市当中 那这个半导体 Semiconductor 比如是科技板块里面的 这个意思S开头 Semi 那这个订单是给了谁 对吧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留给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我们看看股价 昨天其实基本上所有都受到影响 前面几个龙头 都受到影响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昨天跌的最少的是谁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对吧 这里面半导体跟ASML 类似业务的 跌的最少的是谁 这个我觉得答案可能众说分语 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大家可以踊跃发言一下 毕竟这个市值不小 ASML的市值应该是排在 我们看属于半导体的哪一个范畴 还有equipment material 这个也算是 那属于整个科技类的 我们把它科技加进去 equipment material 两个半导体在这里 给了谁呢 所有都跌了 那订单总得给一个人的吧 中国自己消化了 还是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大家思考一下 那如果美国这边的 或是欧美这边的公司全部都跌了的话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这个订单给中国自己消化了 对中国今天的科技股涨的还可以吧 好像还可以 我们看一下这边大家的问题啊 这边有同学问到硬跟样怎么选 我们还是来到分色这里面 比较可能比较熟悉一点点啊 分色 我们先看大家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 看今天的涨跌幅吧 不好意思啊 刚刚是不是这个 我们断了一下啊 我们看硬啊 硬 我们真心的不希望硬去破35 然后去补这个缺口 但是我们看到硬 它就是去破了35 然后去补了这个缺口 那既然补了这个缺口 现在如果它能拉回去 一切都好说 那以今天的或前一天的低点 作为止损点 现在这个位置可以介入中概股 可以买YIN 可以买YIN 那大家等着机会 心心念念的机会 再次来临 但是一定要设个止损 以昨天的低点 设为止损 如果破掉的话 就不要尝试在短期做多了啊 所以现在来选的话 这个位置风险回报比 肯定还是选做多 中国会更好 SMCI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反弹吧 但仅仅可能就是一个反弹的 一个对待了啊 还是彭高做空的一个主要思路 估值啊各方面的原因 包括这个股票大势已去 整个行情基本上结束了 需要漫长的一个修复过程啊 那意味着说是会有更多的阴跌 等着我们 MARA这边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啊 MARA整个形态 包括比特币 这边价格表现都还是比较强的啊 那我觉得MARA是可以继续关注 能不能圆湖走出来 当然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啊 Bling的话呢 也是很好的一个属于电动车 新能源的概念 但是呢 它的盈利情况啊 其实并没有那么那么好 所以只能当作是个短线去炒作 并不像很多 中国的新能源公司 确实都是盈利的 而且严重低估 对吧 Bling这个搞了好多年了 也还是亏损的状态 当然他也不缺钱啊 GME 如果中小盘有行情的话 他可能会有行情 这边确实拒绝下跌了 可能会反弹一下再跌吧 我感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中小盘的行情带动一下的 GME这里可能短期间是会上 向上冲一冲啊 Celsius Holding CELH 这个是属于是饮料的 估计也不便宜啊 不是卖啤酒 还是卖这个能量饮料的啊 这个看图形来说 确实跌到一个关键的位置了 嗯 但是这个公司 我没有特别的想法啊 因为我搞不清楚 他的炒作概念逻辑在哪里 他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公司 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滚 呃 放了点量 财报之后涨上来了 这个股票可能也需要时间慢慢起来 但是这里也是在圆湖底 在相对的一个低位啊 邓轻向于说关注 有没有长线做多的机会 呃 S OXY OXY这个倒还好啊 我觉得这个属于能源公司 能源公司今年其实机会都不多 对吧 因为价格可能大区间里面震荡 ASML 16% 这我刚刚讲了啊 那这个这个行这个他这个订单去了哪里 对吧 订单去了哪里啊 他跌了1620个percent 他的订单去哪里了 这个是我想要去问的 他的订单少了这么多毛利低了 然后呢啊 财报业绩展望不行 那到底这个钱去哪了 对吧啊 有人说去台积电了 有可能 有可能啊 ASML 嗯 我感觉去了中国啊 我感觉中国自己消化了 迅速的在追赶 啊 KWAB还好 KWAB其实并没有去补这个缺口 我们看到硬的话 作为三倍杠杆ETI 确实有很多耗损 但是我们如果要真正做交易参考的话 不能参考 单看三倍的ETI 我们要看这个啊 要看这个 看这个KWAB 对吧 看FXI 这个目前没有补这个缺口 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强势的对象是不应该去补这个缺口 FXI也是一样 不应该去补这个缺口的 30这个缺口不应该去补 冒犯一下都不应该 如果是真正的强势的话 当然我们看到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啊 包括ASHR可能已经补了这个缺口了 但ASHR补了这个缺口 他如果能转头向上 那也是个好事啊 啊 也能是个也是个好事 包括这个MCHI 好几个中概相关的ETI也是 目前来说我们看四个当中三个还没补 还好 还算行 啊还算行 所以中概这边还是逢低吸纳 你喜欢个股都做个股 喜欢ETI的做ETI 现在ETI是来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 当然个股也是一个很好的位置 啊 呃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区别 就是当ETF在很好位置的时候 个股也会是很好的位置 当ETF不在一个很好的位置的时候 个股有可能也会在一个很好的位置 这个要看个股的能力 对吧 要看大家的选股啊 要看大家的选股 所以如果大家有更多的兴趣的话 我觉得可以探讨一下选股啊 Long Deport 啊这个是LDI啊 LDI 一般般啊 一般般 台积电看看台积电 台积电 一直以来台积电 就是这个最大的客户就是台积电 ASML最大客户是台积电 当然啊台积电本来就是 目前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啊 仅次于英伟达 英伟达 在整个Semiconductor 来看市值 那他就是排在第二的三分之一个英伟达啊 所以英伟达昨天其实跌的不多啊 我们看英伟达跌的多一点吧 他一定跌的相对少一点 对吧 他一定跌的涨的也稍微多一点点啊 这个会不会是刚刚大家所说的 对吧 当然我觉得台积电这里也涨了多了 而且包括现在目前台湾台海局势 确实有点紧张啊 我觉得当出现这种政治性事件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 对这个发动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可能不太可能 我个人觉得啊 所以暂时来说可能目前台积电可能是安全的 但是谁知道了 对吧 如果我能猜到 那我就不坐在这里了啊 我们看今天这个涨幅榜里面 摩根斯丹利 UAL JB Hunt 这些传统价值股票是涨 MTP非常的强 Rocky Lab 这都是大市值公司啊 排在前面好几只都挺好的 一个币列以上市值涨幅超过5% 到这里有超过20只 优星二手车也在里面 这些涨幅比较抢眼的 我们看都是些小股票啊 10个%以上的大有人在 但都是小股票 都是些小票子 然后市值排的比较大的 我们看就可能只有20来只啊 那市值大的肯定会影响比较大 具有代表性啊 优星二手车最后一个 中概股也有一些些吧 但更多我们看到是跟基础原料 跟黄金啊 跟Rocky Lab 跟传统的美国蓝筹有关的上涨会多一些 下跌的话 今天又是ASML跌 摸不外眼跌啊 这个ASML第一天拉下来 所有半导体拉下来 但是我们看今天的话 很多半导体开始走分化了 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呢 昨天给你面子跌下来一起跌 对吧 现在的话 我不管你了 对吧 你跌那是你的事情 你自己弱跟我没关系 我肯定不跌 对吧 我们先需要找的是什么 找这些 你继续跌我不跌的股票 你继续跌我不跌的股票 或是我根本就不想去补跌的股票 就是MU 包括还有英伟达 这次台积电也能算是其中一个吧 这几个比较大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啊 比较明显的啊 好 现在已经9点45分了啊 看看大家有什么后续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 来探讨一下啊 好 最后就提到说 京东啊 京东看看京东 京东 京东表现是挺强的 我觉得啊 京东今天 或者说这几天表现 连这个缺口里面都没有离得 离缺口非常的远的啊 近期传 大厂自建核电机组 核电机组就数的是 你就说的是A股吗 这个好像我是没有特别关注啊 核电站股票 有好几只吧 属于是A股偏多 特斯拉这个位置还是逢低做多啊 特斯拉这边收了好几根 十字星了 所以说明是直跌了啊 在直跌了 Meta Meta很强啊 不好去介入啊 等一等 Intel的话还是逢低吸纳 感觉迟早去补这个缺口 但可能需要时间 京东啊 讲了京东很强 拼多多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拼多多 京东阿里巴巴 这都是首选的中概股 啊 拼多多可能 有点拉胯了 小米 小米的代码应该是 我看小米的代码 小米代码应该是这个 下CY跟下CF这两个啊 小米应该表现很强吧 我看小米呢 小米的股价 多好 没毛密码 这我觉得小米应该能冲到20以上吧 我觉得有这个能力啊 CYF对应的话就4块钱4块5 我又有这个能力 好那今天先这样子啊 做到一个愉快的交易日 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all for your questions and participation 等待会儿就更多信息 可以拨打FIRSTTRAIT的各部专线 电子邮件 以及官方微信服务号 FIRSTTRAIT横杠1985 那也可以扫码关注真正服务 华人30名老文件商 真正意义的免优技商 那Until next time TRAIT and stay powerful 谢谢路易 谢谢这边秘密观众 Jellicle10 Miao 君三 还有George 还有这位Ray黑金喵喵喵丽丽令 各位新朗朋友们感谢大家啊 你念到名字或没见到名字的 会读的不会读的 没读到的 读到的啊 多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这样时间交给FIRSTTRAIT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